你们三个全部都有课程 但是我还有课程 但是现在我们全部四个都做一样的工作 得罪是同样的 你们会觉得公平吗 哈啰 欢迎收看Gen Z Decode 我是C 我是嘉玄 我是一轩 我是Yumi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大学 所以你们有上大学吗 我有 我有 我在上 因为我现在在SIM做交易 我也有上大学 我现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都 商业和商业 我不知道要叫什么 去年应该上大学 因为我被拒绝 所以我就不便宜 你也得益比较 我刚刚 just applied for uni this year again 所以看哦 看个比赞 我 applied SMU&TU 我现在要学习 因为我要学习 讲真的 我要学习 不是因为学习 我意思是学习 但我是要学习 因为我感觉我想要做习 但我没有那个 我没有那个 我没有那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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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我自己讲 ok you know what 我有一年啦 I want to make good use of it 我就做了很多东西 我还要开始我自己的 business now that我有很多东西 like going on there's a part of me that 讲真的 我会 享受 可能去大学是 浪费我时间 I even cry 可是我跟妈妈讲 如果我去大学 我会 spend so much time studying 我没有时间赚钱 怎么办 I have to manage 我的那个 schedule I have to study Mode study then what about my free time for my friends like then我就没有live了咯 我会怕 我没有时间enjoy you know that's true 对啦 我没有时间like just meet my friends or 谈恋爱 ok then我就 没有时间结婚 shout out to the last few episodes 我会怕啦 and maybe我真的会 have to sacrifice a few things but我不要想 诶 Don't make me like have a mental breakdown now ok I'm going to cancel my application already 今年我跟我爸爸讲 其实我想我不要去大学了啦 我爸爸会来try to heal 他讲啦 去还是比较好啦 我父母保养这么大 跟我读书 就是不要我吃亏 in their heart 他们的mind 是他们要我eventually去大学 get a degree get a good job to have a good future but I think 现在我会知道 如果我可以证明他们 that我有 a better plan I think他们还是会相信我 那我妈妈就讲 去拜观音娘娘 哈哈哈 观音娘娘 跟观音娘娘说 如果unit is for you 就给你进 如果unit is not for you 就不要给你进 然后我说 ok so I apply 我觉得大学文凭是给我们安全感 我现在在上大学 是我要我的父母安心 but当时是你想上大学的吗 其实我本身是不想 可是我从GC来我 我从GC出来我就是一定要上大学 不然就是直接做工吧 你做工就有点冒险对吗 then my parents 就是真的 你最好去大学 我已经存钱给你去大学了 你跟我去 我的父母 他们是在那个年代 大学文凭是一个宝质 你有你一定有的工作 but我觉得现在 每个人都有一个大学文凭了 你有大学文凭是怎样 我还要请你吗 我要请你是因为经验 我要请你是因为你有人格 你可以跟人家相处 is so much more that you cannot learn in school 那你现在会后悔这一项大学的决定吗 我还没有办法我从GC吗 我们都是GC的人 你懂的A-level certificate 我都不能给你任何地方 从我的GC里面 全部的同学都是 都有去 apply for Uni 所以我会觉得 I thought that was the norm 其实 就是在GC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如果我直接开始工作 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所以大学是给我一个时间考虑 而且大学 很多人都说是 最后读书美好的时光 对 It's the last period the last period to enjoy 所以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 上大学其实我一部分是想玩 而且想认识很多新的朋友之类的 我觉得那个体验对我来说 是挺宝贵的 所以在我们做的调查当中 其实有90%的人都想要上大学 只有10%的人不想 然后其中有85%的人 觉得大学文凭很重要 那你们觉得上大学 对你们来说有用吗 就比如说你课程上学到的东西 我会说有用 Oh no 没有 没有用啊 是我喜欢吧 我觉得很有趣 可是我觉得不能用在我工作上 有一些mods 你会看到它比较有用 就比如说 我有读accounting 然后有的时候 interview的时候 他会问你一些accounting的问题 但是其实 这些东西你可以在外面自己去读 但其实我觉得大学文凭 有没有有有没有用事 是要看你以后要做什么工作 就比如说你要去做 engineering 还有banking and finance 这种东西 去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它一定会按照你的 你的resumet上面的大学 然后你的gpa 你的cap 去把你filter出来 如果是content creation 自己去开公司的话 我觉得在这几个方面 它可能大学文凭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它看的是你实际上的 就是人与人交流的这种 people skills entrepreneurship skills 有时候大学不一定可以教得出来 而且有一个东西就是 有一些人他们会说 就是比如说business的professor 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是在做academia 这一方面的话 你凭什么来教我 因为你是教business 你自己都没有去开公司 你凭什么在这边教我 就是有人会这样讲你懂吗 因为你在社会上 就是那个industry里面 学到的东西 可能跟就是上课的时候 很死板的那种知识 可能会有一些disconnect 有的时候 如果if you're in academia for too long 那你会觉得说 大学跟现实社会有落差吗 其实蛮不一样的 因为我现在在实习 因为我发现我实习里面 学的东西还有用到的知识 还有like skills or whatever 在大学就没有学到 所以我会觉得 蛤 可是反过来我还是会想 如果没有上大学的话 我也不会得到这个实习的机会 那你上班之后 你不会觉得说工作其实就够了 其实你不需要念事物 你就工作就好了 yeah I think that's 我现在的心理 but also 我怕我现在的心理 is very short term because when it comes to like like the creative scene or like influence content creation right 很多人会说 他有shelf life的 that's why like I try to do other things but then again like even now 我现在做我自己的business right 我还是觉得 like wow I don't feel confident enough like 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东西我要学的 那我们的调查中吼 其实有91%的人觉得 上大学会在工作上 给他们带来优势 那你们觉得 就是有大学文凭的话 工作上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其实那时我要做 控宗小学的时候 我去check他的费 似乎 like diploma third holder 跟degree holder 他们有 different pay的 yeah degree holder is like way higher 哪个还不是 在空中里面上面 那个waiter do the same thing 为什么他有higher just cause of a piece of people if这个job 需要一个degree holder to hire right okay fine 那么 diploma holder you have a degree holder but but我们现在是做了一样的东西 right I think we should be paid the same I still have a question 如果你们 okay okay 你们三个全部都有degree right but then I have a diploma but then 现在我们全部四个都做一样的工 okay 9 to 5 we do the same thing but我们现在earn the right is the same 你们会觉得公平吗 but you all have a degree I have a diploma only 我觉得会不公平 因为我 因为我已经花了这个钱 花了这个时间在学业上 then 我们可能从小就被 influenced 那个mindset that 我们应该 entitled in a sense that we should get more but of course like 我觉得 如果我是你的position的话 会觉得公平啦 so I still see both perspectives 我不会觉得不公平 因为每一个工作 他会有一个interview的process 所以如果你面试的时候 你可以表现得跟我一样好 那为什么你不应该 跟我有一样的薪水 不可以说就是 因为我多花了四年的学费 然后我就应该来 retern on investment 这种东西 所以 I wouldn't say that's fair I agree also and I think 我觉得 不同人 we take different time to come to a certain point of life in life where 我们可以表现的好 right when you go JC 你们 share的是 like all those like subject like math science but then when 我们去poly的时候 we really like face problems 我们正要 like do in the yeah we face industry problems so by the time when我 finish my diploma 我 more or less 已经知道要怎么 like work i can work already then after that 就是 JC 的人就会去 do their degree and then that's where 他们可能会 share what we kind of learn in poli but even more like maybe at a higher level right but then even then just because 你们 like pay more and spend more time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nothing wrong with a degree but I still feel that we all should have a fair fighting chance even for ITE right a ITE kid 他们可以去ITE with like 他们可能说 oh just the ITE but if这个ITE kid right 他有experience in 这些field and他可以 perform as well as a degree holder 他应该拿 一样的薪水 as a degree holder or even more if you can perform better I think about what I said just now I feel like you should be paid based on 你的表现 不一定啦 你有一个大学文凭 就是说你可以 it doesn't mean you'll perform better 可是我觉得 那个opportunity itself employees在外面 他们一定会想到 你有没有文凭的 like 对啦 可是有的时候 一个公司 他会收到很多份 like那个 简历 简历 so作为一个HP 你要怎么去 like 筛选哪一些人有 你要最好的最好的吗 对对 所以 所以你们觉得 大学文凭会比较容易找工作 不想承认 不想承认 但是理论上 应该是这样子 我觉得有的行业 你就是没有大学文凭的话 连进都进不去吧 嗯 像什么行业 like banking 对 好像现在每个人都有文凭对吗 可是我妈妈还是讲 如果每个人都有 你没有 你还是输 oh that's true ok 因为他们是这样讲 我妈妈也是有这样讲过 我妈妈也是跟我讲 如果你比人家输 以为文凭 为什么那个老板会要 吓你 我以前也是会这样讲 但现在我 在工作 我学习 那些技术 是越来越重要 因为我 出来做工了一年 这些是 我发现 哇 它是很重要 对 学习 如何 认识 认识 要怎么跟人家讲话 认识 但 是什么 学校没有教我的 但 即使我有一个 约额 我跟一个 约额的人 我认识 我自己 有的经验 我还有的技术 去赢 职员 我觉得 以前的那些职员 他们会比较 old school 只会 职员那些 学习的 但我认识 现在 他们比较 你的角色更加 那你不会觉得说 因为你没有那个 学校 可能你连面试的机会 都没有 那你要怎么展现 说 我有别的技术 我觉得 在邮件上 很重要 你用你的话 对 所以我说 是很重要的 你 表达自己 对 第一个印象 你要怎么 制作 你的邮件 自己 和你的销售 让别人说 你知不知道 我愿意知道这个人 然后 那种兴趣 是 会变得 你跟职员 然后 让职员像你 有这些工作经验 你还会觉得 上大学很重要 我认识 当然啦 生活 它可以教你很多 但 在学校还是 有学校的东西 对 我认识 在学校也教我 学习 我感觉在学校 我可以遇到很多 导致 帮助我 成为一个更好的 商业 和自己的 大学有很多其他的方面 对吗 比如说生活体验 还有什么社团 那你觉得上大学 对你们的生活来说 还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其实现在上大学 不仅仅是为了 得到那个文凭 我觉得上大学 它整体是一个 让你体验社会的一个地方吧 因为首先你进了大学 你会认识到很多人 你会 比如说你有 各种 课外活动 社交活动 从那里你可以学到的 其实比 就是单单读书 远远要多很多啦 我觉得大学的人脉 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它是一个 like serves as a common place 你可以认识跟你有同样思想 想要做同样事情的人 大学会让这个 这个process 变得更容易一点点 你会认识 你要怎样跟人家合作 好像因为我们做 股票人家协议 如果你 不会 communicate 我觉得 communication真的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skill 那你觉得没有上大学 会被歧视吗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survey 就是有81%觉得 社会上对 没有上大学的人 是会有歧视的 个人不会有歧视 可是我觉得 上一代比较会有 因为我觉得上一代 对大学文凭的概念 是一个privilege 一个head start 我们这个年代 general speaking 他们都会想 Education ultimate goal 还是UNI 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上长大 你一定会觉得 有一个文凭 然后你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看一个人 虽然我自己不会这样想 可是我觉得 大约都会这样 这心思维都会在那里 直到很久的时间 但我觉得 下一代就会比较 比较open 我个人不会觉得说 你没有上大学 然后就看不起你 因为我觉得 每个人有 每个人自己追求的东西 所以你可能有 一个different path for me 所以我不一定会歧视 或者什么东西 但是 的确啦 上一辈 他们会觉得 上大学就是你比较聪明 所以你没有上大学 你就没有那么聪明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 歧视的概念 我觉得 你会觉得自己 有被人歧视吗 我觉得 我这次是团圆分 对啊 很多啊 因为他们不是说 oh stupid girl 可是他们会说 你现在做什么 有没有在学习 然后我知道他们 希望我去大学 但是 讲真的 我是不管 因为我觉得 我的成功 会比较自己 那你会觉得 你的另一半 是否有上过大学 重要吗 有钱就可以了 混蛋 我ok 如果他有纳络我就ok 因为可能你 学业上不那么好 不然 你有那些技术 其他人没有 你还是可以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 真的不重要 最后我要看你在 你的事业上多成功 correct sorry no no ok no that's ok 我不会 我要找一个 跟我有比较 相似的思想的人 我觉得去大学的人 跟我的mindset 感觉会比较相似 不同的经验 会让你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个人来说 我会比较喜欢一个 有同样经验 同样思想的人 嗯 yeah 对了 actually will you 我 我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 我喜欢一个人是要喜欢他 how they carry themselves what they do in life like even if you have degree right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他如果不会赚钱 不会 carry themselves 不会 do what's best for themselves 不会 do what's best for themselves 因为在我们的调查中 其实有多数人都觉得大学文凭对成功来说是不重要的 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比较重要 但是到了后面 只要你有得到你第一份工作和工作经验的话 后面就真的不重要了 但是我觉得最难的还是第一个关卡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朋友 就是没有向大学 可是有很成功 有两个啦 一个是在做finance 一个是在做credit field 一个是他 half way to uni 他就made it了 他是做corporate的 so他是like one of the top manager 哇他有自己的卡 at like 25 yeah 已经可以买cardia ring 取老婆 like kind like he is successful 我就问他like so like what do you think of flat uni and how has it served you in your process to be where you are 他讲hell no 他就跟我说 如果他知道啦 他可以do this without the uni he would have not went to uni but他已经half way出了 他就讲 哎呀我只有finish 我的creative的那个friend where他也是现在很successful的 他是half way去 uni 他drop out 他讲这个是not for我 他很depressed 然后他就 开始做他自己的东西 做他自己的creative stuff 然后他就take off 所以可能是因为我被这些人influence 我是会想啦 ok maybe I don't need it啦 but I also like to listen to people that think degree is important 对正在考虑要不要上大学的人 有什么建议吗 不妨试一试 就just apply and see how it goes 你会给自己多开起来一扇门 就是你如果没有apply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上大学 可是你apply了之后 你拿到那个offer 你还可以选 你要还是不要 如果你在你的人身中 已经找到一个方向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了 你有一个 如果你是从poly出来 diploma了 just junior 你有A-level 十不变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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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get your degree man 我认为人家应该去大学吧 我说如果你可以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应该 但如果你不可以的话 就没事 我认为有其他方式 现在社会已经变了 有其他方式 要赚到同样的钱 那些学生的学生 我也觉得很多人 现在去apply uni 也是为了父母啊 但我要讲 no matter how strict 你的父母 is right make sure that's not the reason why youapply for uni because halfway through 你会发生经 然后要脱退 我很多朋友就是这样 所以 make sure it's not yeah fine I think at the point of time when你要apply for uni 讲真的 it's about time you think of what you want to do already 不要讲 oh我要去 uni to think about it no sit down think about what you want to do and then think about whether whether uni is best for you or not 所以今天我讨论了很多不同 关于大学的看法啦 然后希望你不管是在 考虑要不要上大学 都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然后变得很成功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然后要继续关注我们的系列 然后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点赞 订阅 祝阿公 上大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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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